大家好,我是傅之 今天我们来讨论一下乳香和熏路的辨析及他们之间的关系 首先我们需要告诉大家结论 乳香就是熏路,熏路就是乳香,二者是同一物 这个问题对于初学者并不存在 因为大多数乡道老师都会直接告诉你 熏路是乳香,但这只是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 等你学会自己查阅资料 发现百度百科、贴吧还有部分文献的考证 都告诉你熏路不是乳香,而是一种七处科的数值 恍然大悟原来不是同一物 但如果你了解的更深入,考证的更严谨 你会发现熏路还是乳香 这里面包含了看山是山,看山不是山 看山还是山的多重境界 而考证的乐趣也在于此,求知是快乐的源泉嘛 我们首先按照时间梳理熏路和乳香争论的历史 熏路香最早的文献记载出现在西汉 尹湾汉简和玄泉志文书记载了熏读熏利的名称 熏读熏利可以等同于熏路 南越王牧出土的乳香食物 则证明当时确实有乳香输入了中国 在传世文献中 唐朝之前只有熏路而无乳香 广治、南州义务治、南方草木状和豹朴子等等 都有相关的技术 比如在南州义务治记载熏路香出大秦云在海边 自有大树,生于沙中 剩下树胶流出沙上,宜人采取,卖于古人 这里和魏略等文献都认为熏路香是大秦国出产 大秦就是罗马 我们现在知道罗马所在的地中海地区 它并不产乳香 而出产七处科的mastic 这是否证明了唐之前的熏路香就是一种七处科树脂呢 这个并不能 因为文献中的产地它只能作为一个参考条件 古人没有见过熏路的植物 也没有亲自体验采集过程 所有的说法呢 就可能来自于罗马的贸易商人 都是一些二手信息 这并不可以取信 到唐朝 熏路的记载就更多了 大唐西域记中 玄奘描述了熏路香树的形象 阿芷尼国出熏路香树 树叶若唐里也 同时期的文献认为熏路香产地有二 天竹和蝉羽 印度呢 的确出产 吃叶如香 我认为蝉羽则是用来形容贸易来源而并非产地 唐本草中也记载 熏路香 形似白胶香 出天竹者色白 出蝉羽者 夹绿色 相依不慎 这二者的描述也符合现在印度乳香和阿拉伯乳香的形态 作为对唐本草的补充 本草时宜第一次出现了乳香之名 并指出 乳香盖熏路之内也 在唐朝的文献记书中 我们并不能看出熏路和乳香的区别 也不能下决论 熏路是七处克的数值 而我们看到的 是同一物 并没有什么不同 五代时期的海耀本草 引用了广志 熏路香是树皮拧甲 采之附生 乳头香 深南海 是波斯松树直也 将乳香和熏路 描述为两种不同的物质 这个便是争论的起源 后世的一切争论 起源在这里 宋朝的镇内本草 嘉佑本草中呢 就承袭了这一说法 把乳香和熏路 分别描述 但是同为宋朝的 孟希比坛则指出 熏路既乳香也 以其低下乳乳头者 为之乳头香 容它在地上者 为之塔香 朱藩志呢 也记载 乳香一名熏路香 孟希比坛的作者 沈阔是当时 初具科学思维的科学家 而朱藩志的作者 赵乳世 则在泉州士博私任上呢 积累了诸多的一手 外翻见闻和认识 二者的描述 显然更加的可靠 到明朝 本草纲部总结前任的争论 认为乳香是熏路的别名 香肾呢 也持同样的观点 到现代 部分学者进行的重新考证 比如上中医的 海耀本草中的熏路香和乳头香 和济南大学的 乳香的本草考证 以及百度贴吧的一些帖子 都认为 熏路香是七处颗树脂 而乳香呢 才是现代意义上的乳香 这些说法 我们会在以后 关于七处颗香尿的专题中进行讲解 这里就不展开了 以上是按照时间 梳理出的熏路和乳香的变形历史 熏路啊 它实际上是一个音译词 可能来自于泛语中的kandre 或者是阿拉伯语中的kandre 这个词在泛语或者阿拉伯语中的含义 都是指乳香 在日本镇仓院中 仍然保留着长朝传入日本的熏路香标本 关于镇仓院 我们之后会做更详细的解释 这里也不展开 我们可以看一下图中的标本啊 我们从图中可以看出 它和如今的乳香仍然十分类似 但对于它的分析显示 它和另一个馆藏标本 胡同类的成分一致 而神奇之处在于 对二者的检测中都获得了接近现代乳香的光谱 但这并不能确认它们对于哪种现代数值 显然我们无法通过镇仓院的馆藏 判断如熏路的真实身份 但是线索并未就此中断 镇仓院中还有一件西式珍宝 罗电子坛琵琶 这个罗电子坛琵琶 是当时直接由唐朝传入日本的 在2012年中村利益研究员 对这些宝物掉落的罗片粘戒剂 进行了研究分析 结论是粘戒剂成分与现代的乳香成分基本一致 与山田松香木垫售卖的熏路成分不一致 而在粘贴剂中发现了磁黄 磁黄意味着什么呢 原来在镇仓院中还管藏着有一份文献 造佛所作物账 其中记载 熏路小八两磁黄合合料 磁黄小七两玉绪丝端等固料 将熏路和磁黄混合起来 用于玻璃珠等宝物的粘接 文献的内容得到了实验的验证 当然熟悉日本乡的朋友 大多接触过山田松的熏路标本 这些试售的熏路又是什么呢 根据不分香糖的公开资料 熏路是一些七树科或者橄榄科 树脂的半化石状态 但事实并非如此 我将山田松香木垫和高野山大食堂的熏路标本 与全世界的内似树脂进行比对 后来发现它们其实是 这其实是一种龙脑科植物树脂的半化石 好的这一期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